史上大地一个人同管了三个最有名的品牌 其中之一就是Chanel品牌 最近他在东京的表参岛举办了一场摄影展 这场摄影展是以1954年当时CocoChanel所设计的经典衣服作为主题 而展开一系列的造型 他说他所以选择日本作为这场世界摄影巡回展的第一站 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攻城大海啸之后 鼓舞日本人 这是他选择东京表参岛出发的理由 我们的记者特别有来自于东京的第一手的报道 南青山表参岛附近 窄窄的巷子里黑底反白的字特别鲜明 卡尔拉格斐以Chanel女士1954年设计的经典外套为发响的摄影展 我绝对阿尔拉格斐以Chanel 113位人物几乎各个有来头 表演艺术界是最主要鲜明的脸孔 大多数的西方面容下 日本艺能界也占相当分量 韩国有宋慧桥 抬着轮鞋俏皮亮相 大陆女星可以看到汤薇 张子 至于台湾可能还欠缺国际性的肖像吧 相当受瞩目的是周迅 原本个子娇小了她 晒在大墙上 整个人很有气势 整个准备的过程 大概半个月 就是各种灯光 造型都会上亮 然后真正去拍就看不上 造型全由前法国版Vogue总编辑Kahin操刀 她个人最偏爱隐心强尼代谱前女友 凡妮莎的Look 现场虽说众星云集 最闪亮的还是多彩多役的大师卡尔拉格菲 不断被人群处拥 包围 这项展览正是她的发想 为什么在日本最初的目标 在这场展规 你不喜欢这个想法吗 不,是正好 我只是想知道 我只想解释 想解释 首先,我非常愤怒 我還沒去日本 我喜歡日本食物 比其他其他食物 第三個原因是 日本的事件 很高興來這裡 不知道如果他們 都必須獲勝 但我認為 是正確的時刻 去日本 經典套裝被結構、重組 不分年齡、性別、國籍 如同T恤、牛仔褲一般 不斷演化轉介 觀眾不僅可以欣賞服裝、造型 更可一睹大師掌鏡下的巨星風采 台灣將在6月迎來這項展覽 接著是法國精品 激活日本市場的第二彈 櫻花此時將發未發 枯極冷清中 卻飽滿著東洋簡潔秩序的美感 園林禪藝特農 橘黃的落日余暉 前方的NTT DOCOMO帶帶木大樓 美得讓人誤以為是 紐約帝國大廈 準備好了嗎?要起飛了 新宿育苑裡出現了 漸層色調的巨大正立方體 法國大牌香奈爾把2012 春夏高級定制服的秀場 從法國的大皇宮搬到了日本東京 設計師說這一系列 他共用了154種不同的藍色 海洋是藍色的 唯一方向上升 海洋是船艦 所以我用了 衝判的飛機 為展示 表演 海洋有幾個不同的藍色 在晚上 在夜晚 所以我用了 衝判的衝判 在海洋 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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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兩次 成功 表餐道上精品貴氣的大店伶俐 轉進巷弄裡卻有更多 落入繁城的小幸福 香奈兒為東京特色的 Papa Store 臨時概念店 像打游擊似的瞬間將不見 外觀類似工業廠房鐵皮屋 為消費者展現創意和帶來驚嘆是重點 這種店起源於2004年設計師川九保林 以2000多美元裝修德國一家舊書店 卻創造出最前衛的銷售效果 後來各家精品業者紛紛跟進效法 這是一種廣告的影響 由於大廈的展開 所以是一種展開的展開 在芭蕾上的展開 從這展開 我們嘗試再製造這間景色 三個月的店舖 透過另一角度 這是一種創造性的品牌 這也是一種方法 展開的品牌是很創造性的 全球的奢侈品市场 日本已经将第一的权账递交给大陆 失落的十年后会再次暗淡吗 时尚名牌总裁对这里很有信心 承受着巨大的天灾和打击 设计大师对日本应对危机的表现 给予极高评价 他们用最实际的方式力填日本 把几百位国际贵宾从世界各地带到东京 三项大型活动保守估计得耗费数千万台币 甚至活动尾声像吃法国大餐似的 总会有到惊喜的甜点收尾 选在郊区的工厂开派对 The night is young 日本依然会是皇冠上闪耀的领土 这些人是皇冠上闪耀的领土